教宗方济各接受访问提及中泛关系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云影光电视教会透视节目 我是邓素红 近日 教宗方济各在圣马尔大之家 接受意大利《网游报》社长德伯尔托利的采访 谈论这几个月来他的殉道和教会生活中的要点 有关罗马教廷的决策 他与荣修教宗本独十六市的互动 以及中泛关系 教宗方济各被问到有关梵蒂冈与中国的关系时 他回答说 我们关心中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晚我三天当选 他当选时 我寄了一封信给他 他也回了一封信给我 我们和中国之间有些联系 我十分关爱这个伟大的民族 教宗也谈到一些重要的议题 他说 侵犯未成年人首先是极深的创伤 在荣修教宗本独十六市开启的道路上 教会做了很多事 或许比所有人做的还多 在这方面 教会获喜是唯一以透明且负责任的态度行事的公共机构 关于促进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 教宗重申 女性不只能够且应该更积极的参与劫策场合 更要想到教会自始就具备女性特质 圣母的准则以伯多禄的准则一同领导教会 教会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深入神学研究 关于结义的问题 教宗强调 教会的教义不会改变 但需要深入探讨 圣徽礼仪日 3月5日 教宗方济各主持了圣徽礼仪 按照传统惯例 教宗方济各以今天下午在罗马圣安瑟末堂祈祷 然后带领游行队伍徒步前往圣萨比那大殿 在这里主持了圣徽礼仪 他在尼撒讲道中表示 四旬其邀请我们归向天主 因为在我们内 在社会上 在教会中有某些不妥之处 我们需要悔改 教宗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人工化的世界 不知不觉地将天主挤出我们的视线 教宗欠勉说 四旬其把我们从惰性和日常习惯中唤醒 帮助我们夸出自己的围栏 我们在四旬其祈祷 守栽和施舍 目的不是让表面的物质控制我们 教宗解释说 因为重要的不是外表或成就 而是我们内在的所有 祈祷守栽和施舍是四旬其里程的特征 其中包含着十字架和舍弃 因此 教宗勉励我们在这个愉加人工化 追求功力和排斥天主的世界里 向天主和弟兄姐妹开放 2014年2月22日 建立圣伯多禄中座庆日 中国山东省辽城教区主教座堂 进行足胜私夺典礼 辽城教区赵凤昌主教主持景深仪式 来自全国修院 以及辽城 何泽 济南 顺德 青岛 衍州等教区28位神父参与 见证这一神圣时刻 而参礼教友也近千人 接受私夺品的三位执事分别是 辽城教区李文光 宋姓旺和何泽教区王静玲 敬夺礼后 新夺李文光激动地表示 今天才是圣兆的正式开始 今后的每一步都要走好走稳 引领更多的人走向天主的怀抱 用医生的教会服务 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 感谢天主对自己的拣选以信任 教会透视报道完毕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